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发的七十年那里就算了 袁冲还是个声名狼静 虐待自己丈夫的小媳妇 以后我这日子要怎么过呀 刷牛 起床了 做机架了 你还先拦着呢 刷牛 刷牛 都快中午了 别躺着 起来给周队长做顿饭 等他回来了 好好认个错 你不用解释 你那点事谁不知道呀 周队长能娶你 你就偷着乐吧 他当过兵 职机也不低 现在又在保密单位工作 福利好 功绩又高 魔药又长得去 咱们这大把的姑娘都想叫他们 你别不知道真心 走走走走 喝点生火吧 让周队长回来有口热饭吃 我先走了 你收脚麻利点 哎 这上海宁今天怎么没有撒泼呢 平时我说他一句 他都要怼十句的呀 他说的没错 我现在 确实应该跟正确身体的丈夫 搭好关系 可是 这个土造可怎么用啊 周队长 听说嫂子又因为姓陈的跟你吵架了 还把家里的碗砸了一大半 这脾气你能受得了啊 要我说呀 咱实在不行就离婚吧 我看呀 嫂子心里还惦记那个姓陈的呢 照顾她是我的责任 她只是有点任性 又不会做什么杀人犯火的事 哦 不好了 你家里的边好像着火了 嫂子该不回事 周队 我们赶紧给我去看看 韩宁 韩宁 走 是韩宁 我不答应你去市里工作 你去烧房子呀 什么事里的工作 阿姨啊 你让周志勋把你的工作调到市里 到时候我们会和一起私套 啊 我帮你 陈哥 你可一定要等我呀 回去就跟周志勋说 好 差点忘了还有这事 我是真的想跟你做顿饭吃 那改善下我们的关系 这个吐槽我不会用 点燃没多久 反正越唱越大 我就往里面 你做饭吃 你自己说这话的时候你信吗 去市里工作的名额是有限的 可不能来人死去 我是真心不想去城里工作了 而且我也是真的想跟你做顿饭吃 好了 你平时在家的时候暖室瓶倒了 你都不愿意服一下 做饭 雷俊哥 我去做 又帅又会做饭 放着这么好的男人不珍惜 人主到底是怎么演下 周志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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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站在 这张的刚才吃了 都早起来 被小库砍了 你看这小脸发子 周队 你用车 你送我们去医院 送他去医院 太不及了 我们去医院 半个小时 孩子给我 再这样下去 会窒息昏迷 甚至心脏骤体了 必须立刻采取 海姆立刻解救法 张学勋 帮我温住孩子胸口下方 移村的地方 十斤几 快 十斤几 你懂个屁啊你 是不是今天我在院子里面 吵了 叫我吵到你了 你现在要报复 你要害我儿子 你这个心肠 怠惰的祝福 周队 赶紧送医院们 才晚就来不及了呀 海姨 赶紧把孩子给我 人命关天哪 我不管你和张大姐 之前到底有什么矛盾 不能拿孩子开玩笑 快给我 今天我这救不了他 我命赔给他 什么呀 你是什么样的人 这片人可都知道 你连初中都没有逼 你知道这么救人 你把孩子还给我 出来了 山子 吓死娘了 你 你当时有个生事 娘也不夸了 多冒险呀 这次是侥幸 如果真出了事 你负得起这个责吗 这么简单的方法 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当医生的 你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 那你救了我们家山子 当时你也不能这样说 萧医生呀 说不定这早午本来就快出来了 让你这么一折腾 刚好掉在地上了 你这种人 那好心救我们这山子 这片人可都知道 你就真的掐尖要强者是圣飞 行 今天就算我多管显示 下次要换你 就是死在我面前 我也不会管 什么人啊你 这猪队就不应该娶你 应该娶我这笑一声 山子你看 萧医生丹周队 多般配啊 刚才山子的事 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这里有些钱和粮票 家书人门口会有个机会 你没事可以去看看 想买什么买什么 等我赚到钱去怀疑 并不高 你别到处闹事 跟人打架就行了 我什么时候跟人有事了 而且我这个人 也不喜欢吵架 那你最好说到做到 少了我又跟人道歉赔钱 急事一转了一圈 就给周氏去买了件白衬衫 你也算是弥补 原主之前对他不好了 怎么跟我买一样的呀 你是故意的吧 雪人精 你还给我 这是你家看看 只是你买 不许别人买 你有什么可好横的呀 您说那么丑 谁不知道你在城里边 有个相好 没把你抓起来进猪笼 那是周大哥心太软 像你这样 你给周大哥买一百件衬衫 他都不会喜欢你的 周时勋不喜欢我 难道会学你啊 沈安宁 周大哥娶了你这个婆媳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 你个婆妇 你竟然敢打我 打就打了 告诉你 我嫁给周时勋 就不会和别的男人有牵扯 我再敢胡说 剪掉你的尸 你 周大哥 我劝嫂子跟你好好过日子 让他别再跟那个姓陈的勾搭 他不但不听 还打我 你怎么来了 盛安宁 我看到你打萧医生了 我没有 好吧我打了 但是都是他先骂我 我才打他的 他现在就是在里面装可怜 你要不信 你问周围的人 完了 我忘了这些人都是被原主打骂得罪过 现在根本就不可能站出来替我说话 傻宁 给小医生道歉 我又没做错 为什么要道歉 你中午刚答应我 你不会出去惹事的 我不出去惹事 但是不代表别人惹我 我不会反击 我民生市场 也不是所有黑国都能往头上扣 我怎么惹你了 你跟程刚勾搭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我也没有污蔑 周大哥 我再说一遍 给小医生道歉 打人是不对的 不 打他就是对的 我只是想让你改了这些坏毛病 我以为你能改 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固执 不好了 山里面塌方了 顺便徐叔被宽子山里面出不来 需要我们营救 我跟你们一起去 我生医生可以帮忙 听别人两句话 就误会我故意惹事生非 本来还想跟你搞好关系 伺候过过日子算了 现在还是趁早离婚吧 玄珠真名声 睡晚就不了 前面孩子还能受伤 怎么没有人来啊 我是医生 你不问一下啊 安宁 别人伤到的腰椎 以后可能站不起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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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安宁 周大哥都这样了 你 不可能 我刚才已经摸过了 我怀疑是脾脏铺里 我要求与专家可以会诊 或者马上转院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腰椎受伤和脾脏受损 这么大的差别 我会分不出来 你要是再胡闹 这个病人我就不管了 啊 张医生别 石安宁 你还闹我什么呀 要不是因为你 周大哥能受伤吗 你现在是医生 你早干什么去了 给我闭嘴 你信不信我删你 张医生 我要求马上转院 这是我男人 说了事情我自己负责 嗯 杀爱你啊 你怎么回事 我早就听过 你跟时尽闹我喝 可现在是人命关天的时候 你 我 领导 我管肯定他们是误诊 他就是来捣乱的 我在这家医院认知了五年 什么样的病话我没见过 这个没学历没经验的丫头 上来随便一摸 就非说我收贵着 这我不管 今天要是不给我男人转院 我就去告你们 林档不能转 他罚不得周大哥没了 他要改善呢 啊 你放开我 你让我男人转不了院 我就跟他你个婆婆 林档 警察 转院 还真是披荡破裂 你一个小姑娘家 年纪不大 经验就这么做 家里从小培养的 学过一点点 有机会 来我们军区医院 做我的学生 把亲子带你 鲁医生可是军区医院 最权威的外科主任 无数人挤泡刀 都想到他的学生 上年命就这么好 谢谢医生 不过现在 我还是想先照顾好周士逊 毕竟他是因为我 才受得这么重的事 安宁 你不要以为你照顾周大哥 他就会喜欢你 说到你 周大哥还是因为你受得傻 你个害人精 我名声不好 最喜欢动手打人了 所以别逼我在医院里抽你 这个周士逊 不信任我 讨厌我 为什么还要救我 周大哥你醒了 你都睡了好几天了 手术很成功 罗医生说好好养就行了 没有大碍 还就是来捣乱的 我在这家医院任职了五年 什么样的病患我没见过 这个没学历没经验的丫头 上来随便一摸 就非说我是物质 这 我不管 今天要是不跟我男人转院 我就去告你们 周大哥我扶你起来 你有没有哪儿还不舒服呀 要不要吃点东西 安宁呢 他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是安宁去哪儿了 你救了他 他连你手术都没结束他就走了 我估计 他还是去找程刚了 你胡说 我没有乱说周大哥 我刚刚来医院的时候 我看见程刚在到处找 说不定是安宁说不定这会儿 他俩就站在一块儿呢 算了 我也没什么事了 小医生 你先回吧 周大哥 我不能走 你身体都这样了 得有人照顾你 我知道你还吃饺子 但程安宁从来都不给你做 我做了一些 你尝尝吧 不用啊 不过 再说 你一个大姑娘家的 在这儿照顾着你 我不能回来你没事 你小子终于醒了 挺有精神 恢复的不错呀 还得是 多亏你娶了个好媳妇啊 要不是安宁坚持要转院 恐怕我这次就危险了 我知道 但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是说 最近你媳妇又是鱼汤 又是鸡汤的 给你养着 你才能恢复的这么好 可她自己 却在走廊里 每天啃高粱面窝头 酒咸菜 一个大男人都厌不下去的东西 她一个娇低低的女孩 每天就这么吃着 你说什么 你媳妇每天省下来的口粮 都给你了 每天亲自喂进你的嘴里 你才能恢复的这么好 不信呀 你现在出去看一下 盛安宁正在走廊里 啃高粱面窝头呢 真难吃 真难吃 竟然开始想念以前随处可见的板变馒头了 这三个月我一直在设置到你 但是你一直没来 你 嗯那个 陈刚 你先松开 我已经结婚了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吧 别看了多好 这个大人 赶紧走 安宁 你什么意思 你能真的要跟周志勋那个小妈老 过一辈子 我就说什么 你忘了你结婚前怎么告诉我 一定对我守身容据 找到机会就到市里公司出婚 你不会忘了吧 你干什么 你自己放开 盛安宁 你果然是在这程刚偷偷见面呢 偷情都偷到医院里面来了 亏得周大哥还审慎救你 你有良心吗你 周大哥 我就说 盛安宁是不会委屈自己的吧 我看赤窝头是假 偷情才是真的 这就是不安 卢医生 我进去吧 我再累了 周大哥 我来扶你吧 你也别生气 他可能 也不是故意的吧 可是毕竟是以前的旧情人 旧情夫人 是应该的 怎么办 你站住 在胡说不到什么呀 周志勋 不是你想的那样 全家属让的人都知道 你应该趁刚睡了 就周大哥 都不嫌弃你 走走 哎 周志勋 安宁 他现在都不相信你 我们现在就走 坐晚上路火车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周大哥 你有表演啊 我都说了我结婚了 再也就是周大哥做家 别怪我客气 安宁 你变形了 你之前不是说他泥腿子吗 你是个贱女 你 当初就是害怕当医生 顾老死 特意学了跆拳道强身舰体 没想到 今天派上用场了 你以后我小心点 周永轩 我不管你信不信 我都必须给你解释 我跟那个陈刚 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他来找我的 你刚刚已经解决了 不信你去看 你们两个手都拉在一起了 你还要骗人吗 整个家属院的人都知道你偷人的事情了 现在 在医院被抓了现行 你还要狡辩吗 周大哥 不嫌弃你 脏你心里就偷着乐吧 你再干回连连俊 盛丹宁啊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不准动手打人 给小医生道歉 你信他不信我是吧 给小医生道歉 周永轩 你有病吧 我要是道歉了 就扔了他往我头上泼了脏水 你就那么想戴个绿帽子 不再说一遍 我跟那个陈刚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跟他睡过 竟然连一点信任都没有 亏我还能不能照顾他 他要是再敢胡说八道 我还会打他的 周大哥 不是我乱说的 家属院的人都这么说 而且他之前跟林陈刚 确实谈过对象 这你也是知道的 我没有冤枉他 行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小医生你先回吧 我要休息了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他变好了呀 他之前是那样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说变好就变好了呢 而且我听说 他要考大学 他现在对你好 其实就是为了 让你帮他弄一张考大学的推荐表 我知道了 你回来了 听说要不高考了 只要成功这么好 年龄相当都比大人考试的 哪有那么容易啊 才有耽误一件信啊 什么 你们是在说高考吗 嗯对 参加高考要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 没有想要参加高考啊 你找周历长就行啊 是从单位贴近的才能不能进的 谢谢 谢谢 这个年代的大学生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要是能考上大学前途一片光明 哪还需要说现在这种委屈 我模仿一样的事 小生 这里是医院 时许还受着伤呢 以后 还是多注意点影响吧 我跟那个陈灯根本就没什么 她来医院找我的 而且就算以前我跟谈过恋爱 那也是清清白白的 没有任何乐局行为 慈讯不容易 以前一直单身 现在终于成了家了 也算是有家人了 对啊 他不是有父母家吗 慈讯小时候一直不被父母待见 觉得他是个克星 还被扔到山里 差点被狼吃掉 也就他命大 后来当了兵 吃了不少的苦 受了不少的伤 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你们既然现在是夫妻 以后就多关心关心他 知道了 不认真是夫妻 你这小医生呢 什么我这小医生 你好好说话 我跟他清清白白的 你这么说让人听着 混人家名声 哦 他的名声重要 我的名声就不重要 他就对我有偏见 听说要恢复高考了 我也想参加高考 我记得你初中都没毕业 你怎么参加高考 我可以自学嘛 我一定可以考上的 别闹了 就算是今年冬天恢复高考 你现在就剩半年的时间了 你哪有时间复习啊 你怎么就知道我考不上 这不还有半年的时间吗 要不这样 我先去买书 你就看着我做题 当时你要觉得行 你就推荐我去考大学 要是觉得不行 就当我没说 认真的 行 这是同意了 前提是你真的有认真的 看书做题 这肯定的 我真的不开心 我吃老酒 那个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去 不 我给你买去 不用了 你给大家收藏原料 那行 那我 那我给你洗衣服 反正你个厨师 尽管宽附我啊 哎你慢点 你说 那个肖心身和周围长 什么关系啊 没关系啊 那个肖心是闲的 周围长 不过周围长 你这么看 你又没有关系啊 我听说啊 周围长的周一山 申请了一项大学的名额 这要是没关系的话 能帮他吗 可是周围长席个儿挺好呀 你看那周围长的 什么都很心 长得有允许是吧 对 周围长 周围长 你是不是要考大学的名额给别人了 嫂子你这是 你也要考大学 你这推荐表哪来的 这不是推荐表 你看错了 好了好了好了 考大学的名额我谁都没有给 肖一生志祥给他当推荐人 已经被我拒绝了 周大哥 这个机会对我来说真的特别重要 我妈他身体不好 如果我能上大学 我就可以回城里 等我毕业之后 我就可以留在城里工作 我就可以一直照顾他了 我不适合当一个推荐人 你可以去找别人 我不认识别人 如果今年我还是回不了城里的话 我妈肯定受不了这个打击 她身体会趁你垮的的 小医生 这是梁子 她哭得梨花带雨 你这不心疼一下 那叫她去考大学吗 好啊 那我就推荐她了 但是我好像只能推荐一个人 我要是把名额给她 你上大学的希望就泡汤喽 是不是说 你是为了我 这么想听什么 我给你做去 有医生说 你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等会加上院之后 听听的领导去 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你的学习进度是绝对不能落下来的 考试得凭真本事 这个 我也没有办法往里走路 知道了 你就是给我开后门我也不会走 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复习考量大学 一定不会辅负你这唯一的名额 恢复的不错 但是呢 也不能拒绝运动 就算是出院了 也要躺着休息 避免伤口二次开练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保证不让她累着 对了 小盛啊 你去故事那里看一下啊 我开的药她们配好了没 好 我去看看 小盛还真是不错 这段时间照顾你 也非常用心 你不能被那些谣言所影响 回去之后要好好养胜 好好过日子 争取来年生个大风小子 她 打算去考大学 你同意她去了 嗯 你糊涂呀 要真是考上了大学 她还能回来吗 你要想好 你今年都快三十了 这个岁数 人家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读书毕竟是好事了 你将来肯定会后悔的 我真是考上了大学去了大城市 她肯定是不会回来了 那城里是什么条件 换的是任何人 都不会再回这个山沟沟了 更加看不上 咱的山沟沟的人 去场也挺好的 起码 她是安全的 我娶她 不就是为了 能让她平平安安的吗 你就是一个 削了嘴的葫芦 有什么事 你直接说嘛 不要闷在心里 你做了那么多的事 付出了那么多 牺牲了那么多 她要是知道你娶她的原因 肯定会对你 更加上心气愤呢 好了陆医生 我不让她知道 咱们不说这个事 我叫人呢 帮我找了一批书 你以后帮我拿过来 如果安宁在的话 你就说 你知道了她想考大学 你帮她给她找的书 你看你 她什么时候才能发现 陆医生 我明天是不是就会出院了 陆医生 药都拿回来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帮你出院手续了 可以出院了 回去之后 一定要让她好好养着 你一定要好好看着她 不要让她回单位去报到 你放心吧 她伤好之前 你哪都不让她去 小盛啊 是薰 值得你好好对她 少安宁 你初中都没毕业 还想考大学呢 别作梦 你跟迟医刚认识 我 我 我怎么可能认识她呢 她 她不是你以前对象吗 我看呀 八神又是来找你的吧 我告诉你 你等着吧 早晚有一天 我会让周大哥看你的真面 这哪来的书啊 这都是书店买不到的 我昨天还去问了 说这些资料最近特别缺 省城那边都带不来货 是卢医生送过来的 他知道你要考大学 特意找朋友借的 给你的 真是书医生 还挺热心的 他倒是对我没有偏见 在明天咱们回去之后 你就负责好好养伤 我就负责复习 等冬天恢复高考 一定可以考上 你就这么笃定 冬天一定会恢复高考 大家不都在传吗 而且前两年就传闻说 这两年会恢复高考 我提前做准备 总是没错的 我给你买了饺子 吃饭 哎 终于要回家了 你放心 回去以后 我一定好好复习 毕竟呢 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高考的 周大哥 你虽然出院了 但是伤口还没有恢复好 回去之后 我可以每天去帮你换药 哎 有我在 就不麻烦 就不麻烦肖医生了啊 我是医生嘛 你回头再伤到周大哥 就不好了 我是为了您的名声着想 你说你一个姑娘家 天天去往那儿不合适 周大哥 周大哥 你看他 我没有想说别的 我只是担心你 萧医生 就不麻烦你了 周大哥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你周大哥现在想要休息 你说你一个大姑娘 天天巴巴地缠着一个已婚男 你不觉得害臊吗 周队 你可算回来了 我们家最后这只老母鸡 我拿来 给你补补身子 这说到底啊 还得谢谢你当时 救了我们家山子 不是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是安宁救的山子 你要感谢 肯定也要感谢他呀 就赶紧把鸡拿过去 给山子补补身体 周队 这只老母鸡啊 就是专门给你留的 你说你这不收 我回去 王文刚可不得把我骂死呀 再说了 你这身体受伤了 就应该吃点好的 好好补补 这么多年 你对我们家可没少照顾呢 这吃鸡鸡是应该的吧 拿着拿着拿着 走了 别别别 你拿回去啊 不是 你拿回去啊 你 你啊 安宁啊 一会把这鸡还给隔壁 他要再送什么东西 也不能说 别的可以送回去 鸡不行 我救了他儿子 吃他一只鸡怎么了 他们家不富裕 就这么一只母鸡 下了蛋 卖钱 买一些柴米油盐什么的 下里还有个孩子有样 走 其实啊 咱们家手上的人 还是很质不善良 你有空啊 多跟他们相处相处 给你以后也有帮助了 选主之前到处惹是心扉 这些人怎么可能愿意跟我相处 你说这盛安宁突然变了 他是不是改姓了 不知道 不过周大哥最近特别信他 我知道了 他之前那样闹 他现在没用 所以他现在啊 就哄着周队 不是 装 装 我真怕周大哥那么实在的人 对他给骗 那你说 他这样子对周队 是不是想投点啥呀 应该是上大学的名额 啥 他想上大学 他要是上了大学 那就是啊 误辱了人家大学生 我觉得 你倒比他有资格上大学 姐 姐给你吃 嗯 嗨 哎 到哪来的鸡 我晕走的鸡 就就这一张床 那你说床上打地铺吧 我打地铺就行了 晚上太凉了容易睡眠了 还是我睡觉 来说之前 你都一直我睡眠了 之前是我太任性了 而且你现在都受伤了 是我打 我走 哎 行了 你都别争了 都睡床上 反正这床这么大 你就得睡下我们两个人 再说也方便网上照顾你 嗯 好 不要听 我会好好相处吧 我说我绝对不会跟你有事 你明天买只鸡 就还给戈壁了 你要是想在人家面前应急 就不能吃那只鸡 既然已经吃了 以后是不是见面 就要挨人家三分 你吃到他们对我说我话吗 你拎这鸡咬牙切齿地回来 一看就知道发生了点什么 都管你吃鸡 滚 好嘞 知道 小盛最近都没回家砸东西了 也没大吵大骂 安静了好多呢 是啊 上次我遇见 他还等我先上楼 也没催我 也不像以前那样骂我老东西了 还真的是变好了 你说这院里的人到底咋回事吗 那是想跟多大队好好活日子吗 那就是想要一个盛大学的名额 那有什么办法呢 沈安静多聪明呀 两个男人都被他玩得团团圈 就他那个相好成刚 现在对他还死心塌地的呢 啥 沈安静 是他有对象 好伤啊 怎么自己做上饭了 你伤还没好呢 哎呀 我的伤都好差不多了 最多简单的饭菜也没问题 那也不行 伤口再复古 待会走动不却是伤口的 你别误会啊 我只是觉得 这要是被别人看到的 你怎么知道背后该怎么议论我 你怕他们议论吗 当然不是 欣赏我的人自然能看到我的优点 来 多吃点鸡蛋 补一补 你学习就辛苦了 行了 这是你的病奥的话 我吃这个就行了 这馒头吃起来甜滋滋的 比鸡蛋好吃多 把这个卖乳筋啊 给喝了 营养跟上了 几例才能更好 嗯 你咋还在这呢 这周队给人帮忙 从屁子上摔下来了 这好像是把伤口增开了 流了好多血呢 他人呢 送镇上医院去了 你赶紧去看看吧 你拿着 受伤了还要承轻 就不能不要这么热心了 陈哥 你要干什么 你给我松开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是跟我走 我就放了你 你不是想考大学吗 我可以帮你啊 我都已经结婚了 你帮我什么呀 赶紧给我松开 安宁 你当初怎么大一会儿 这么快就变心了 周时勋那个香巴佬 比你大好几岁 又老又痛 你看上他哪儿了 你跟我走吧 我会对你好的 你不是喜欢漂亮衣服吗 我们到城里 那有好多漂亮衣 你喜欢吃好吃的 我带你天天下馆子 好啊 你先给我松宝 我们慢慢说 我才不会上你的道 你这么厉害 放了你 我不是找死吗 你给我吃了什么 我告诉你 你要看对我怎么样 我一定会杀了你的 只要你跟了我 周时勋那个香巴佬 就会嫌弃你 他不要你 我要你 周队你在家门 周队 周队 开门啊 周队出现了 周队 干什么事啊 这施安宁 和一个男的在挫耳的花棚里 这挫着好多个过去 太热闹了 周队 这肯定有什么误会 施安宁 你快松手 他嫌我就说过 你要再敢动手动脚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还敢动手 他都冤过 庄康这个没用的东西 居然被施安宁一个女人给打孕了 白白策划这么久 施安宁你 你快放手啊 施安宁快放手 快放手 安宁 你怎么了 好了好了 没事没事 咱们回家 咱们回家 周大哥 你不能这么抱他 上高会张开的 周 不是说 是啊 您跟他以前的男朋友感情很好吗 怎么能把他给弄晕呀 小医生 是不是搞错了呀 小子 我哪知道 这主意不是你出的 我 安宁你先休息一下 我大工就给你擦一擦了 这不行 我不好吃 安宁你冷静一点 我马上就回来了 周志轩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说我热 要睡在冷水里 你不怕我病的 情况紧急嘛 委屈你了 你现在是感觉怎么样 要不要去医院 容彩要不是你去得及时 我都没想到啊 你一个女孩子 还能把程刚为制服 你怎么会跑去刮棚呢 张一梅说 你从梯子上摔下来 送去医院了 我没多想 就跑去医院 谁不被暗算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 别这么扯动了 刚刚抱我的时候 伤口是不是睁开了 没事就冲点血 没什么大问题 伤口真的很容易发炎的 你等等 我给你处理一下 周队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这事我今天也听说了 就是个误会 我呢 让一梅啊 给安琳嫂子 报个歉 误会 这是误会吗 啊 今天但凡中间出现任何一点意外 谁来负责 周队 我不知道 嫂子跟程刚关系不好 我更不知道 这程刚会给嫂子下药 程刚为什么会来镇子上 你又为什么告诉我 周时勋受伤了 还有 你让周时勋去刮棚 我就是想让他看到 我跟别人都见不得人的事情 现在一句不知道 他什么都没发生吗 一梅真不是那个意思 他也不知道你跟程刚认识 没想到程刚做出了伤害你的事情 所以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 是非要看到我跟别人有什么奸情才甘心 你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心思 做了这么大一个局 自己心里清楚 哎呦 周队 我们今天啊 是诚心实意的来道歉 一梅呢 他真是不知道 我闻家一梅啊 平时出了嗓门大一些 真的没有坏的心思 就是个吃肠子 这今天这是谁属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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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医生 从十万年一直在骗你 说他 跟你感情不好 就没想着好好跟你过日子 所以我们 就想了个办法 想让试试 这个想想让嫂子露出真面目 没想到 这是个误会 误会 误会 哎 哎 哎 我出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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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们都知道 我这个人 只有大喊 哎 哎 哎 你听他说是呗 哎 哎 你干啥 哎 回去再说 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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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萧医生干的好事 别乱说 什么我的萧医生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 你以前那么护着他 我分清红倒白就让我道歉 你现在清楚了吧 根本就不是我跟你惹事 是他们招惹我的 原因就是 那个萧医生 他喜欢你 哎呀 你别乱说 这样对一个姑娘名声不好 他们那么多想过我的名声吗 昨天 昨天要不是我骗陈刚 解开了手上的绳子 那就会有一堆人来 回光我没有穿衣服的样子 哎呀 会想说一句 你道歉案的 谁信任他的道歉 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嫂子 我真的没有想害你 这都是一场误会 你就原谅我吧 你哭什么 这道的 还以为把你怎么着了呢 你别忘了 是你车点害死我 嫂子 我没有想害你 我承认 我之前是嫉妒你能想给周大哥 但这次真的是一场误会 我没有想害你 嫂子 我求你了 我求你跟周大哥说一说 不要让他去举报我 我会丢了工作的 赵瑞萱 你举报小医生了 她呀 整天心思就不在工作上 这种工作态度 对病人来说就是不负责任 这种人就不该留在医院 没想到啊 你平时一副老好人的样子 关键时候一点也不行 别胡说八道 行 那我都说了 不过 他今天来找我了 让我帮他求情 他就闹了闹了 他为什么不直接找你呢 他来过了 我没给他开门 行啊 郑士君 不愧是我男人 给你帮小子吃 不用那么复杂 随便坐点车就行了 听说香药被美食院开除了 真的假的 他们干挺好嘛 人又偏晚会来事犯错完 你不知道吧 听说是 休息一会吧 睡在睡会 我刚才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我烧好了差不多了 就去当面找一球 伤口确实恢复得不错 不过还不能聚累运动 如果要出去的话 跟我说一声 志尔轩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你昨天看完信之后 就一直没怎么说话 出什么事了 没有心情梦 我只是在想工作什么事 行 那你多吃点 恢复得快 等伤口完全恢复了 你就可以上班去了 应该你多吃一点 你最近学习啊总之奥业 太辛苦了 一份排骨让来让去 都放了三顿了 再吃就坏了 咱们一人一半 行了吧 我坐下班了 上班了 开门 高考推荐表 朱志轩 真的快不高考了 我能考到学了是不是 对 这次确定了 你能考吧 你放心 我一定努力複習一定考上大學 哎 不好意思啊 起動了 黑小子 應該給你做了停在你這兒去 大家 咱們離婚吧 為什麼她說離婚我會有點難受 你說什麼 你之前不是想和我離婚嗎 現在能考大學了 剛好可以離開這個地方 回頭咱們把手續辦一下 也方便你上學 哦 是 你說的對 那 等你有時間的時候 我們去把手續辦 周水旋 記得吃幸福 不是要離婚了嗎 幹嘛還這麼細心呢 給我準備早餐呢 如果真話 我來跟你道歉 之前是我不對 你道什麼歉 你做錯什麼了 你 之前是我對你態度不好 是我不好 你不僅僅僅是對我態度不好 怎麼說我也是你兒子救命恩人 你居然將仇報 那你去道歉你做什麼事 我說 我都來跟你道歉了 你還想讓我咋樣啊 你這心眼咋就這麼小呢 你之前在家屬院那麼對我 難道還讓我對你好脾氣不成 再說了 蕭醫生她人那麼好 你為了自己的私人恩怨 去舉報蕭醫生 害得她在衛生院待不了了 你說你這心子咋就這麼惡毒呢 我心思惡毒 蕭醫生幹了什麼事情 你就不知道嗎 她一個沒錢婚的大姑娘 聽說別人男人跟錢湊 她要不要臉呢 她要不要臉 你說啥呢你 本來就是蕭醫生先喜歡周隊的 要不是你從中間插一缸子 那嫁給周隊的可就是蕭醫生了 再說了 你知道蕭醫生的家境有多困難嗎 你知道她工作有多不容易嗎 她勤奋好學她想考上大學 她有錯嗎 就是因為你這樣做 把她的錢都全毀了 你倒是挺心疼她呀 插走別人的家庭 還被你說得這麼楚楚可憐 行啊 她要那麼想嫁給周時勋 那我疼位置好了 你 簡直就自律胡講蠻茶 這 都可以安排 corrections的咱們 都純瞎 陰 würden承受自己的 去把照顧 赶紧啊 你来得正好 坐坐坐 我刚好有事要跟你说 领导 周时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玩着我呀 他呀 之前 参加了一个 抓捕任务 任务失败 让那个头目给跑 这件事要在他心里 一直耿耿于花呀 最近这个头目 出现在了西南以待 正式抓捕的好时机 他跟我申请 想调去西南 我没同意 他身上有伤 不能去 周时轩呀 本小子一个 他以为 只要他只身一人 我就可以批准他 他是不是 还跟你提离婚了 可是领导 他有伤 你放心 他就算是没有伤 我也不会让他去的 这小子 居然敢提离婚 真是翅膀硬 你回去好好休息 回头 我替你收拾他 你怎么来这儿了 陆公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忘你的 反正我们都离婚了 对别人看到 他也有我们关系很好 你不是去哪儿了 没有工作 也不是我好好在家待着 怎么 出去招访你爹去了 你看就是不杀上门的 想起来了 这老婆子是周时轩的妈 李桂花 你胡说什么呀 这是家属院 关好你的嘴 还不让人说话了 那行 赶紧给我开门做饭 我肚子饿死了 这周时轩也不知道啥时候下班 真是 去把媳妇忘了娘 你不给家里寄钱了 咋 想让我们家老小喝西北梦啊 来快点 干这啥默默唧唧的 真是 家里不是有地吗 怎么就没吃没喝了 我是周时轩的妈 养她这么多年 她现在出席了 我也改想想轻浮了吧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不走了 坐这儿 让你们给我养老 这边干嘛呢 你赶紧给我做饭去 对了 再给我去壶茶 我赶了一天的路 有泪有渴的 想吃就自己动手 没人伺候 你什么态度呀 怎么跟我说话呢 我是你婆婆 你要是不给我做饭吃 我让我儿子回来 打你 跟你离婚 好啊 你看周时轩 敢不敢打我 还有 你是第一天认识 我深爱你吗 你信不信我打你呀 哪怕你还能的 我就不相信 我儿子还管不了你 安静 你怎么来了 哎呦 时轩 你回来了正好 你快管管你媳妇 我来了这大半天了 也不给我做饭吃 也不倒水喝 我说她两句 她还动手想打我呢 你看你看 她就这么凶 你 真是的 哎 你买个鱼啊 你知道我今天来 哎呦 我就说 还是我儿子孝顺 这鱼是両安静买的 她最近学习很辛苦 得补补身子 咋了 我是你亲妈 不给我吃鱼 不是 这正是农忙的时候 你来干什么呀 你结婚以后呀 也不给家里寄钱了 粮票也不给 你说 这家里现在啥都没有 这都几个月了 妈连你口肉都没吃 你看 妈现在都说成啥样了 不是 你们都有工夫拿呀 怎么可能没吃的 再说之前的肉票 粮票 没少往家里邮 你们要是省着点用 绝对够花了 你看你说的 就你给那一点 粮票和钱 够个啥 你想想 家里那么大一口子人 管你哥 都是三个孩子 还有弟弟妹妹 都是长身体的时候 那就够呀 老大自己生的孩子 自己养 老三老四自己都成家了 你们都有手有脚的 还指望我一个人养全家呀 我来就来了 你不管也得管 许的媳妇忘了你啊 你这种行为 要是让我农村人知道 都会说你不孝顺 过两天我就有嫁了 到时候我送你回去 为什么呀 你 是不是先我在你这吃饭了 回去分家 分家 你现在日子过好了 就想着分家 没门 你真是个没良心的东西 早知道你小时候 就该让野拉把你调走 哪有亲妈这样说自己儿子的 你有四个孩子 凭什么让周时勋 一个人要全家 其他人都没有手脚吗 我跟我儿子说话呢 哪有你擦给的份 周时勋 是我男人 肯定要护着 而且这里吃我家 你说我有没有资格说我 你 这饭 我可没法吃了 我不吃 我走 沈子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你是 我是萧燕 你上次来感冒了 是我给您开的药 哦 我想起来了 你是萧医生啊 现在不是了 您就喊我萧燕吧 怎么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得罪安宁嫂子了 被她给举报了 现在 连医生都没得做了 又是她 啥回事里边 都有她 沈子 你别这么说 回头让安宁嫂子听见 她又该不高兴 怕她干啥 我就让她听见 看她能把我怎么着 你先消消气 周大哥狠护着安宁嫂子的 别回头 你再跟周大哥 把关系闹僵了 你看 安宁嫂子初中没毕业 她还想考大学呢 周大哥已经同意 给她当推荐人了 我怕浪费你了 啥 考大学 这个是安宁 想考大学 是啊 我都准备了好几年了 就为了考大学 没想到 嫂子一句话 这本名要抢走 别想到 善安宁这个女人心思这么坏 等回头 看我怎么收拾她 要什么呢 你走路怎么这么轻啊 吓了我一跳 你是在这 钱和粮票 我在找什么 用你管 早知道你是这样的女人 我当初就不同意 周时勋娶你 同不同意也不是你说了算 再说了 你有那么多孩子 凭什么拿周时勋的钱 回去给其他几个 他现在是最有出息的一个 就应该帮着你其他兄弟姐妹 再说了 当初 要不是我们养着他 他能有今天吗 养他 周时勋不是你亲生的 你胡说什么呢 我啥时候说周时勋不是我亲生的了 既然是你亲生的 为什么对他跟仇人一样 来一样东西 跟抢东西似的 你不要乱说 在农村 哪一家不是最有出息的帮身其他兄弟姐妹 再说了 周时勋 怎么能不是我亲生的 村里人都知道 我是在医院生的他 哎呦 龙时勋 你回来的正好 这钱跟粮票呀 我都不要了 你好好管管你媳妇啊 你今天不在呀 他只能彼此骂我 在农村 谁让他媳妇敢这样对婆婆 这块都是你给惯的 不可能 他不是那个男人 除非你先找了他 你 你你就护着他 回头 我倒是你给陈玲璃 你就这么相信我 你就不怕了 你不在家 我欺负你吗 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 那这么说 我现在你心里还挺明事理的吧 那你还要跟我离婚 你 你别误会啊 我会赖着你的 等你那边批下来 你就去办离婚手续 我不是那个意思 盛月娘 这次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给你看看 你就尽管去考试呗 就算成绩不好也没事 到时候谁的成绩好 我能帮你换了 这事人不知鬼不觉 只要 沈子 你怎么来了 吃过饭没没 吃什么吃 气都吃饱了 也不知道这个沈安宁 给周世勋灌了什么迷魂汤 我说什么都不听 沈子你先别生气 这样吧 我带你去街上食堂吃一点饭 正好我有点事想着 哎呦 那好 沈子 嗯嗯嗯 你慢点吃 这些都是你的 嗯嗯嗯 好吃 嗯 你说你找我有啥事呀 只要我能办到头头 我一定帮你办 然后我就会在这儿投缘 要不是怕你嫌弃我 我呀 真爱杨志敏 就算给你了 沈子 而且你这么看得上我呢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我想知道安宁嫂子的高考编号 我们这两天又填一张表 上面有编号 你看我 你要想下老婆子 我也不认识字 你说的什么编号呀 什么表我就不懂 没事 你看了 嗯 就是这个上面 有数字 你回头把这个编号抄下来 给我就行了 那我看看 哎呦我来拿吧 嗯 就这儿 哦 我记住了 以后回去啊 我就帮你找找 好 嗯 嗯 就这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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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在找什么 哎呦哎呦我妈 你你我我没法找 我是帮你整理东西呢 哈哈哈 帮我整了 哎你是在帮萧月找东西 你胡说什么呢 我怎么能帮萧月找东西呢 我今天可是看到你跟她一块吃饺子了 那饺子不是白吃的吧 回来我就发现你不对劲了 你啥意思呀 你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坏呀你 行 我也不为难你 你是在找 这上面的数字吧 嗯 给你啊 你插个小叶 哼 你你你哪有那么好心啊 这本来也不是什么秘密 看在你是我婆婆的份上 我就给你看一下 现在不看以后我就没机会了 你说的是真的 我要算了 啊我要我要我要 你看是不是这个 对就是这个 我可是好不容易偷出来的 啊 你没让安静嫂子发现吧 怎么能让她发现呢 我做事呀可小心了 她一点察觉都没有 啊 你看 这都什么时候了 我还没吃饭呢 啊 对对对 是我疏忽了 这个点该吃饭了 沈子你想吃什么呀 街上 那个食堂牛肉面做的还不错 吃什么都行 只要有肉就好 啊 哎 你怎么在这 周大哥 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 啊 我跟萧月有缘 我准备啊 任她做干闺女呢 她对我呀 比自己的孩子对我都好 这不 领我准备去下馆子呢 后来找你 就跟你说一声 我在招待所 给你开了个房间 这两天你先住那儿 回头我送你回去 你不住招待所 我有地方住 我 我 我住萧医生那儿 对不对 萧医生 哦 哦对 沈子要是没地方住 住我那儿 也行 萧医生 做事情要分寸你 不用怕她 她把你怎么不了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她妈呀 沈子 你是不知道 安宁嫂子有多厉害 她有多厉害 难道 她翻得天不成 走 我妈最近跟萧月 走得有点近 你小心点 你这是在关心我 我妈这个人 有点势力 脑子还不太清楚 很容易为人利用 放心吧 我已经融入了 原主的血脉 他们动过我的 真的 你要不要看场好戏 什么戏 萧嫣这么费尽心机 又是带你妈吃饺子 又是吃肉的 不就是想通过你妈 弄来推荐表吗 以她内心 就算弄来推荐表 也不会那么轻易放过 全都知道了 该知道不该知道的 我都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静观其变 萧嫣心里肯定恨我 因为我 她没有弄来推荐表 还丢了工作 所以她肯定不希望 我考上大学 两种可能 一呢 就是偷了我的学号 到时候换了我的成绩 她去上大学了 我落榜了 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 让我压根就没办法 参加高考 比如 车货 生病什么的 你既然考虑得这么清楚 你就不打算反击 现在反击 就是浪费时间 我倒要看看 她折腾半天 最后失望的样子 你不是原来的少阿姨 你到底是谁呢 沈子 你睡炕上 我睡地下 哎哟 还是你贴心 你说你 要是我儿媳妇 还多好啊 沈子你这话说的 我哪有那个夫妻 也不是没有可能 只要他们离了花 不就成了 不是说过两天才回去吗 怎么今天就让我走 而且阿姨现在还复习空客呢 要回去我自己也能走 你跟小燕在一块我不放心 刚好这两天有嫁 我先送你回去 小燕那丫头挺好的 你是不是被人骗了 小燕凭什么对你好 被被人骗了 我一直想嫁老婆子 要钱没钱 要啥没啥的 他骗我啥 你们对我不好 还不允许呀 别人对我好了 哟 蔡霞 你在这儿呢 你看你石均哥回来了 石均 快来给蔡霞说两句话 石均哥 哟 害羞呢 你可别忘了啊 当初呀 你差点成了你石均哥的媳妇了 你别哭说八道 我已经结婚了 那又咋了 结婚还有离婚的呢 你可别忘了 当年 要不是彩霞妈救了你 你能活到今天 你没有去彩霞 你就是个 安妃的陈世美 还有沈子 你别这么说石均哥 我妈当时就石均哥 那也是应该的 哎呦 什么应该不应该呀 不管咋说 我心里啊 就是你这个儿媳妇 你看你 头上包着个头巾呀 还是当年 一石均哥 给你买的吧 那 那不是我送的 这是我当初 给彩霞妈妈送的 还有啊 别这么说了 对人家姑娘不好 周大哥 你 你别这么说桂花婶子 哼 说到底 你就是个没良心的东西 哎 彩霞 我还有事跟你说呢 走 去我家 嗯 你别听那么胡说 我跟罗彩霞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 反正我们都离婚了 我看这个彩霞姑娘 也挺好的 头顶一片绿 一看就是宽宏大亮的人 你别乱想 其实就是小的时候 她的母亲救过 她母亲救过你 小时候怎么了 我小时候从户山摔下来了 刚好啊 就是彩霞的母亲 把我背下来了 要是没有她母亲救我 可能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没了 是你自己摔下去的吗 小时候的事呢 我也记不清楚 待会儿啊 人挺多的 有点乱 你要是不想说话呢 就不用管她了 他们要是说话 不太好听什么的 你也别委屈了自己 那我可以动手吗 知道了 姑娘 和时薰回来了 老二 工作不忙了 有时间回家看看了 忙不忙不知道 人家现在呀 长本事了 忙着闹分家呢 老二 你真要跟我们分家 好你个老二 你刚回来就想着分家 行 分家也行 你给两千块钱 再给两千斤两票 从今往后啊 你们两口子 就不用再回来 那怎么能行呢 要想分家 给五千块钱 对对对 必须给家里五千块 再加上两千的粮票 不然秀下分家 五千块 你们不知道是什么年代吗 你们见过五千块吗 你做个整个大脑 在当西线 再说了 分家不是应该家里的兄弟姐妹 凭分家里的东西吗 凭分家一个人给钱 你 你算什么东西 这有 有你说话分吗 这有 有你说话分吗 我 我等一下试试 是 当初是你要分家 你要是不想给钱 你 你就别想分家 再说了 当兵的名 可是我给你的 你不要当白眼狼 你那是当兵怕苦 骗我去体检的 你心里没说啊 你放 放 放屁 分家 家里的好处 我一点都不会拿 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 我就是来告诉你们一事 还有 我以后不会再给家里寄钱了 你们有手有脚的 只要出门劳动 还不至于饿死 周时勋 你就是个白眼狼 我是不是白眼狼 你心里很清楚 我小的时候就说我命硬 克你们 把我扔到野狼鼓里 要不是我命大 我早就被狼给吃了 等我爬回来 你们是怎么对我的 不让我回家 不给我饭吃 我是在村口的草房里 是百家饭长大的 他竟然吃过这么多块 那 你本来就命硬 如果把你留在家里 你把我们都会磕死的 后来老大老三 骗我去霍山背柴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把我推下去 还是我命大 被人发现了 车才把我救过来 那 那 那是你自己不小心叫下去 管 管 我们什么事 是啊 是跟你们没关系 所以 我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儿子 你不想养我们也可以 你不能瞎说 你怎么不说我儿子了 我在现音乐生的你 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呀 你 你什么意思 你是要跟我们断绝关系吗 我之前通过体检的时候 你们答应我走的条件是什么 不就是每个月往家里寄钱吗 直到我结婚 说结婚以后 就可以不用寄钱 现在呢 现在你们又是怎么做的 周时军 你不养我吗 我就去单位告你 让你丢了工作 你这个不孝的白眼狼 你想吃国家的饭 你不配 老三 去 去把你德茂树喊来 让他来评评礼 好 我现在要去周时军 你你你等着 这个德茂树 怕是村子里最有威望的人 就是不知道 跟周家是不是一伙的 哎呦 德茂哥 你可总算来了 你给我们评评理由 这臭角色要跟我们弄分家呢 行行行 冷静 来到路上老三都给我说了 说时薛 不养你们 要和你们分家 对吧 就是的 没良心呢 现在出息了 有本事了 就想自己贪费啊 不养我们 你说 我你小时候 我一把十一把 你要把你拉扯这么大的 我容易吗 我 德茂哥 你给评评理啊 可是 时薛小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对他 都是你们家的孩子 你听 算命的话 就非得把时薛赶出去 要不是村连看他可怜 早都饿死了 现在你们看着他 有出息了 就想吃他的肉 喝他的鸡 你们是不是他的亲生父母 你怎么说话呢 你啊 我们不是他亲父母 谁是他亲生父母 你这老头子 你是来干嘛的 既然你们叫我来 主持公道 想来也是信任我 那好 我就说句公道话 这个家呀 该粉 以后 时薛和他媳妇 在城里过什么样的日子 都不用你们管 至于你们一家嘛 就好好守着家里的地 钱快着 也不至于饿死 他是我儿子 养我是天经地义 你这没有养小的 他平时养你这老的 你们要是再胡闹 我就到公社 找个人 主持公道 时薛啊 带着你媳妇 到我家坐坐 好 怎么说 正好我有点事 想要打扰你的 好 走 你是不是走了 你 你 我就是你个死老的聪子 我就是你平里来了 你平了什么 你来什么 你来讲话呢 你 世薛 你们这次回来 住几天呀 不行晚上就住我这 哎呀 不用了 我们明天就走了 我就是想问问你 当时我出生的时候的事情 您还记得吗 记不得 我就记得那天啊 下得很大的雨 还是我赶的毛铃车呀 送你娘去的那镇上的卫生所 天快亮的时候回来了 怎么 你也怀疑 你不是周家的孩子 哪有亲生父母 这么对待孩子的 而且周时勋 跟周家人长得一点也不像 确实不像 但是确实是我 送去的卫生所呀 那那天晚上 就没有其他产妇吗 没有 我们去的时候啊 那卫生所里黑漆漆的 还是我敲门叫醒的一生 好像当时卫生所里 有刚生完的孩子 但是人家一家人都在啊 那肯定不会报错的 世权 我知道你心里有个疙瘩 他们不应该这样对你 但是呢 你现在有了自己的生活 以后的日子 要往前看 我保证啊 不让他们去城里找你的 谢谢德茂叔 那我们就先回了 晚上呢 我带着安宁去镇上的招待所住 就不麻烦你了 这 我感觉德茂叔 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你肯定不是周家轻生的 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他们对你只有利用 迷人都看得出来 估计你自己心里也明白 周春轩 你想不想知道你的身世 我有办法查到 你的亲生父母是谁 算了 不用查了 我也不在乎 万一是李猫欢太子呢 李贵花的孩子 去了你亲生父母那里 享受着原本属于 你的美好人生 而你 被他们一下子这样虐待 你真的甘心吗 再说了 就算你现在的年纪不需要父母 也应该查个水落石出 堵住李贵花一家的嘴 让他们以后 不敢再来找你 没事 我已经不在乎了 而且 他们也不会再来找我 但如果去找你的话 找我干什么 你又不许我打架 我以后躲着他们还不行吗 没许你了 也委屈不了多久了 我们只要离婚 住店 有结婚证吗 没有的话证明也行 要不然不能开一间 我没带 那不行 那只能开两间 我带了 开一间 你怎么还随身的情况证啊 早上202 先上去 开两间房不正好 两个人住一间安全 小地方的招待所 不比税 是安眠弄好 原来只是担心安全问题 你想那可真走的 还是个标记 正好咱们一人一张 我来看看我时轻哥 时轻哥 找你的 你怎么来了 时轻哥 你晚上还没吃饭吧 我给你送来的饺子 晚饭我们在东方叔家吃过了 饺子就拿回去吧 这个可是我妈亲自给你包的 你最喜欢吃的猪肉白菜的 我妈知道你要回来 特地去镇子上买的猪肉 那就谢什么 让她费心了 你太客气了 你太客气了 时轻哥 在我妈眼里 你就跟她半个儿子一样 我有时候都吃醋呢 我先走了 哎呀 你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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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哎呀 哎呀 你别乱说 我和罗仔侠没什么关系 他这样 是因为他母亲曾经救过我 知道了 时轻哥 你叫的比我都亲人 连这些人 都知道你喜欢吃饺子 不是因为我喜欢吃饺子 而是大家都喜欢吃饺子 很多人也就逢年过节的 才能吃一顿 而且啊 他母亲救过以后 一直对我都很好 那明天应该去看看他 是这么打算的 但是我跟罗仔侠的玩笑 你以后可不能让开了 这要让人听见了 对人家名声不好 人家还是打姑娘 那你知道他喜欢你吗 知道 但是我不喜欢他 谁问你喜不喜欢他了 而且 你喜不喜欢他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们都离婚了 行了 不逗你了 明天我们去几桌上买点东西 去看看万一沈子 沈子 沈子 时轻 孩子 你来了 吃饭了没有 这是你媳妇 长得真好看 彩霞 快来 石仙哥 你来了 我去给你们搬凳子 一会儿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都结婚了 我还总觉得你是那个小孩呢 哈哈 哈哈 当年呀 我从山底下把他追上来 他又瘦又小 那个时候就担心他活不成 要不是彩霞说 你肯定能活 跑着去村里找马大夫 你就真活不成了 妈 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呀 石仙哥 现在过得好就行了 以前的事就不提了 对对不提了 这人老了呀 就总爱想起以前的事 安宁 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 我呀 年轻时就手管 和彩霞两个人相依为命 我这身子呢 一天也不如一天了 早晚有一天 会不在的 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彩霞 到现在还是孤零零一个人 妈 好好的说这些干什么呀 我现在一个人挺好的 你放心 有我在 你不会有事的 这母女俩 是在这上演一出生离死别 好让周时讯愧疚吧 是啊阿姨 我看您身体好着呢 您呢 以后不仅能看到彩霞结婚 说不定还能帮她看孩子呢 看看我 人老了就是糊涂了 总爱提起 你别人不爱提的话 师兄 我要是有一天走了 你多多的照顾照顾彩霞 别让人受欺负了 哎呀阿姨 您看你这话说的 您肯定能长命百岁 等彩霞结婚了 自然有婆家人护着 没人欺负她 吃饭 师兄哥吃饭 妈 您也吃 好 大黄给你吧 你不爱吃 哦 师兄哥 要不今天晚上就如在家里睡一晚上吧 嗯 我身上还有伤呢 方便 你以后呀 一定要把自己好好照顾了 知道吗 知道了 师兄 嗯 没看出来呀 你这桃花是一朵尽一朵 都快挑花眼了吧 哎呀 你别乱说 那毛英审的 其实就是救我的命 其他的没啥了 是是是 救命之恩 也可以一生相许 师兄 师兄 你们要走呀 是啊 正打算回去呢 怎么了等毛叔 那我还来得及 我还真怕你们走了 你们 昨天走了以后呢 我仔细想了一想 你出生的那天晚上啊 医院里还停了一辆小汽车 你是说 那辆小汽车的主人 可能跟周时勋的身世有关 呀 这个我也不敢确定 当时医院里边 除了那辆小汽车以外 也没其他人 一个生孩子的地方 我也不方便进去是吧 我也是听李乖乖说的 那天啊 就他一个人生孩子 好了 等毛叔 不管发生过什么事啊 都已经过去了 你也别多想 师兄啊 你说你要是真报错了 我这是有责任的 我心里不踏实 别想了叔 我们呀 得也打算回去了 以后有机会 再来看你们 好 那行 那我就不耽误你们了 你们路上小心 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好 咱们也回 你就真的甘心 就这么回去了 那不然呢 既然就到这儿了 不如就去一趟镇上医院 万一还有人记得 当年的事情呢 或者医院有记录呢 只要能证明 你出生那天晚上 还有其他产妇就行 这个很难查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经历了那个年代 医院的东西啊 都毁得差不多了 要找到 太难了 那当年的医生呢 还能联系到吗 唉 走得走 退得退 而且你们也没有找到 当年接生的医生 所以我这儿呀 也很难找得到 算了 不要了 回家 就这么回去了 我还是不甘心 我已经不在意这些了 群人事实也不重要 怎么不重要 翻译黎毛宽太子 李桂花的孩子 在你亲爹妈家里享福呢 你就真的一点也不介意 不介意 唉 好了 你也别操这个心了 回去啊 你还得复习呢 那万一 你亲生爹妈 有没有在鼓里呢 算了 好让不及及太监 我就是在这儿出生的 我就是在这儿出生的 南方 我真的是周家 抱错的孩子了 唉 不好意思我 你 你没认识 不认识 等一下 你们要干什么 你是不是认识周时勋 他叫周时勋 他也姓周 你这话什么意思 说清楚 没什么意思 我先走了 唉 唉好了好了 算了 你就没有觉得 他长得很像李桂花吗 会不会他就是 当年和你抱错的那个孩子 哪有那么巧的事 五巧不成书嘛 万言就是呢 唉 好了 你也别操这个心了 维轩 你还得复习呢 大学是要考的 家人 我一定会把你找到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出学一趟愁美不脸呢 你说咱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月的假期 你就带我来这种地方 这穷乡屁壤有什么好的 我来这儿是有事啊 别论那么多了 你什么都不跟我说 一回来就当自己生闷气 你应该有什么事情跟我讲 然后我们一起商量 我是你丈母 你有什么事我能不管吗 我 好吧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 那我就跟你说吧 我可能 不是周家的孩子 你不是周家的孩子 这怎么可能呢 我也不太清楚 我就是看我爸最近 在调查这件事 所以我才来这破地方的 我听说我当年是在这儿的 河湾公社医院出生的 估计是被报错了 报错了 这怎么会的 你要不是周家的孩子 那我们怎么办呀 我的工作还是你爸介绍的 这到时候没了你爸 先不说进不进身的问题 到时候保不保的桌都是个问题啊 这都已经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想着你自己工作的事 难道说你当时娶我 就是因为周家才娶我的 哎呦我肯定不是那个意思吧 哎呀 这样 你先冷静一下 这个你爸妈已经开始怀疑了 应该是吧 要不然我爸妈他们 怎么会调查我当年出生的医院呢 我跟你说 我今天晚上在车站 还碰到了一个跟我爸 长得特别像的年轻男人 年纪也跟我差不多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 当年一个男婴一个女婴 怎么就能报错了呢 难不成是 我从一出生开始就有人故意调换了 这不可能啊 我有必要骗你吗 不行啊 绝对不能让你爸妈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咱们成里还想杀人 哎呀不是 你想一想啊 在这种地方 孩子被调换了 那你的亲生父母就只能是农民 到时候让他们知道这个事 你怎么办 我们只能回农村 不会的 就算我不是他们的孩子 那他们也跟我在一块生活了二十多年 他们都可能不管我的 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天真啊 就算周家愿意接受你 那那个孩子呢 他都说会接受你吗 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除非让他不再是个事实 早安 一会儿吃了早饭 我去镇上的书店看看 新到的资料有没有 我陪你一起去 爸妈 想着快离婚了弥补我呀 想着快离婚了弥补我呀 之前是我错了 我没真想离婚 周周说什么 我 我说我先去做饭 你看 你看 你那个男人是不是长得很像我爸呀 长得也太像了吧 跟岳父几乎是一样模式可算的 这要让周家吃点这就麻烦了 那你说 我怎么样才能让他休息 永会有办法的 要上周家走 就麻烦了 要不我们去跟爸妈好好说说 毕竟咱们俩都已经结婚了 对他来说能有什么威胁呀 你怎么这么偏真 你看看他们的生活 一看就过得很恐怖 老实 他们肯定不会感谢你 你要知道你才是夺走他们 二十年富裕生活的罪魁祸首 那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这样 你先借个 书买完了 一会儿咱们顺便买点菜 回去的时候可以包饺 是那个长得像哪个玉花的女人 你们的钱包掉了 你们的钱包 瞧我在哪儿 真是谢谢你们了 我这钱包里边还有介绍信呢 要是没这个东西 我们连招待所都住不了 这样 我想你们吃个饭 不用了 举手之劳而逆 真的不用了 这饭必须得抢 就当十秒个面子 不用了 你吃饭的话就 安静 你说这么热情啊 咱们就去吧 好好走 走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哎呀 这次真得感谢你啊 我们呀是在这儿出差的 你说这多一多了 我们今天晚上都准备抓起来 是啊 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举手之劳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哎 说这些都是缘分 我们呀是送这个京士来的 我姓宋 叫宋国明 到时候你们去了这个京士 一定要来记得找我 我再好好招待你们啊 哎 兄弟贵姓吗 也贵姓周 周史勋 哦 啊 啊 这这么巧啊 你嫂子也姓周啊 这个说起来你们这还是本家 哎 来来来 再喝一个 哎 嗯 哎呀 这个你们来这儿是 干什么来的呀 看你们这个样子呀 也都是文化人 是老师啊 还是这个政府上的 啊 我们两个呀 就是乡下种地了 这不是农贤吗 刚好留到小镇上来看看 有什么小生意啊 能做的 这不是政策判开了吗 哎呀 老弟你这看着可不像呀 还有弟妹呀 这看起来可不像是种地的呀 哦 她呀是知青 正敢送考大学呢 这不到书店了 买几本书 啊 是 我是早上投大学 所以今天去买两位习题 嗯 我爱人没什么文化 不然跟我一块儿到大学了 啊 对了 宋大师呢 您是城里来的 您说说 今年的高考分数 会不会很高啊 哎呀 应该不会 这个啊 这个东西都荒废这么多年了 大家水平也都差不多 这分数线啊肯定不会高的 哈哈 不会是城里人 懂的就是多 我看嫂子的皮肤也特别好 看上去特别年轻 应该没有二十二岁吧 哎呀 你你这也太会说话了吧 你嫂子都快二十八了 哎呀 真的一点也看不出来呀 老弟啊 这个 以后去京市啊 一定要记得找我 我好好接待你们 老弟 你们住哪儿 我送你们 不用了 我们就住附近 这就回了 啊 是 嫂子你赶紧送 送到他回去吧 我们赶紧在那边 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咱回头见啊 哎 你看你 不是说要请人家吃饭吗 你看看你自己喝是什么样子了 你们出什么了 你还真当我喝醉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周时学肯定不间断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他不是乡下种地的 他哪可能是乡下种地的呀 你是没看见啊 他手上有一个枪箭 那种地的哪会有这种东西 这东西你附近手上也有 再仔细想想 这附近好像有一个合研锁 你说周时勋是二所的人 还好我没兴趣那么多 等我回去我再想办了 你猜的绝对没错 周晏如肯定就是和你调换人生的那个孩子 他们今天就是故意试探你的 哎 不过话说回来 你刚才反映很爱 不管他们两个什么目的 咱们俩小心点去想 我也没想过 你平时这么老实的一个人 还会撒谎呢 看来你也不是不在意吗 哎 不说那些了 但是这两个人啊 还是得注意一下 尤其是你 这两天你出门啊 要小心一点 怕什么 你是怕他们什么什么歪心死吗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亲生父母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周晏如先察觉 他怕你被认回去之后 抢了他现在的人生 所以就想先下手为强 铲除你这个淫患 杀人 他们还没这个胆子啊 那可说不定 谁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 不过你放心 我会保护好你 我知道我突然过来有点冒昧 我也是打听了很久才找到这儿的 但是我要是不来的话 我这心里实在是有些过意不去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你爱人长得很像我一父亲 嗯 这话什么意思 其实我当初有个哥哥 只是 他小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走失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爸妈一直都把这事放在心上 尤其是我母亲 我母亲她身体不好 这两年还得了脑瘤 所以我母亲她一直都想找到我大哥 我大哥当年好像就是在这一片走丢的 其实昨天我也一直都在犹豫 所以就安排我丈夫跟你们见了一面 我想你爱人应该就是我走失多年的大哥了 所以你今天来是 我刚才也说了嘛 医生说我母亲病得很严重 而且她情绪不能太激动的 所以可能得委屈一下我大哥 暂时不能让他们两个人相认 你今天特意过来 就是为了阻止你大哥相认 不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医生说了嘛 我母亲她真的病得很严重 她情绪不能太激动的 你也说了 你父母很在意这个十三男儿子 难道你想让他们在这遗憾你看吗 再说了 他们相认又不是什么坏事 说不定一高兴病就好了呢 那万一不是呢 那岂不是让我母亲空花洗衣场 医生真的说了她情绪不能太激动的 你不想让周时勋和亲生父母相认 是怕丢了现在体面的人生 和农村过苦日子 就变得这么痛苦 你累不累了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先走了 等等 我让你离开了吗 把你东西带走 以后你别来了 我说的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周燕如今天来了 之前我们猜测的都是对的 她就是李桂花的亲生女儿 估计当年是李桂花见你母亲生的个儿子 她自己生了个女儿 不想要就掉牌 那要是这样她今天来这一趟是为什么 她说你母亲生病了 让你不要回去相认 能处出这种话 估计脑子有病了 我没这么简单 她就是想心安理得地继续当她的城里人 不想认你个话当妈 您是个木头脑袋 你怎么能找周志勋呢 你去找她不就是紫头罗 她现在什么都知道了 好吧 我不都说了吗 这事情我来想办法 我就是想去试探试探 看看他们到底知不知道 只是没想到 那个圣安宁那么厉害 脾气大得很 我真是没见过你这么蠢的人 你现在去告诉她了 不就是告诉她消息吗 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着 那我不也就是想着 赶快把这事给解决了嘛 我爸妈肯定已经找过来了 到时候他们见了周志勋 一看他跟我爸长得那么像 肯定就会跟他相认的 那你说我们到时候应该怎么办呀 行了 别哭 哭有用吗 你就别骂我了 你骂我能有什么用 不还是得解决问题吗 你好 您是像 真像 简直太像了 沈子 您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认错人了吧 大妞儿 我是你妈呀 看着你现在过得很幸福 我就放心了 看来 她的决定是对的 你胡说什么呢 我不认识你赶紧走 咋你 你现在的父亲叫周南光 母亲叫钟文青 对不对 我都跟你说了你认错人了 赶紧走吧 怎么 出息了不想认亲妈了是吧 你别忘了你的好日子是我给的 你要是不认我可以 我今天那点儿就不走了 大妞儿 这个有什么咱们慢慢说 你是我女婿吧 她长得还蛮周正的 我给你说呀 你们今天能过上这幸福日子 都是我给的 当年呀 我就看着那两口子不是一般人 我就想着我女儿跟她过去 肯定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别跟着我抢 我吃了上多年下足了 够了 你不要在这风言风语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是你女儿 你要是再胡说的话 我就要报警了 哎呦 这脾气还真随我啊 我是你亲妈 我肯定能证明你是我亲闺女 你的屁股上 是不是有巴掌大块让她一起呀 对对 你怎么会知道 这不可能 你是我亲生的 我当然知道 你照照镜子看看 咱俩像不像 谁要说咱俩没有关系 那谁信呢 你现在来找我干什么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而且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 我呀 是偷偷地跟周世勋找到站了 你们昨天还下馆子了 对不对 我看你们住的这个刀在所 还不错嘛 这条件 哎 你这一身衣服 穿的还挺洋气的 一看都不是城里人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看 你们今天是去周世勋家了 怎么 你们要相认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赶快走吧 我知道 你现在的父母有权有势 你不想认我 但是 是 我不管你怎么说 你是从我肚子爬出来的 女儿孝金武器 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不想认我 是吗 那给钱给钱给钱 你还想要钱 做梦 你一天都没有养工 我凭什么孝心你 我一分钱都不可不给 怎么 我想给 可以呀 我现在就去找周世勋去 哎 钱我们肯定会给的 但是这个周世勋吧 现在也知道 周家现在也在找他 这万一到时候相认了 我们到时候哪来钱给你啊 哦 你的意思是 如果让他们知道 当年孩子报错了 他们也会找来 那肯定不能让他们来呀 对 所以怎么样才能让他们不知道 叫我想想 我倒是有个主意 不过 你要给钱 安静 吃饭了 怎么了 是不是还有半个月考试心里没底啊 没事 今年考不上可以明年再考啊 不用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不是 我在想 肖燕最近挺消停的 你猜我今天上街看见谁了 谁啊 李桂花 她竟然跟周燕如两口都在一块 她在这边了 你不知道 她们俩站一块儿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谁敢说她们不是亲母女 我看李桂花心情也挺好的 有用管她们 走先吃饭 不是 就她们俩那心眼子 肯定不可能母女相认 怕是打扯了什么协议了 我说你这亲爹妈速度怎么这么慢啊 怎么还不来啊 哎呀 你不用操心她们的事 让她们随便折腾 别让她们的事情分了你学习的心 这个你放心 分不了我就行 我都会 你考上了大学 就会真的跟我离婚吧 哎 这可怎么回事啊 安宁 你出来的正好 我还说有事找你呢 怎么又来 不是都分家了吗 哎呦 你放心 我这次来啊 可不是问你要钱的 我是有事跟你和事情说 那就在这说吧 这哪来行呢 这事情很重要 咱们还是回去说吧 昨天还跟周燕如混在一起 今天又跟萧燕在一起了 我倒要看看 这个老妖婆 到底要干啥 进来吧 那沈子 你要的头疼片 记得按时吃啊 我知道了 谢谢你小医生 没事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再来找我吧 我就先走了 好 那你先回去 回头呀 那有事再去找你啊 好 看不出来 你俩关系挺好呀 还亲自给你送药 看你说的 我这老毛病犯了 你们又不管我 怎么 我还不能找个人管我了 好了 你上线再说 还是跟周树勤回来 这件事情 跟周树勤有关 我都肯定得拿回来 你坐这儿看我干啥 你赶紧扶起去吧 我在这儿等他 没事 不差这一会儿功夫 对了 我呢 学过一点医术 你那个药我给你看看 对症不对症 这就是个头疼片 有啥好看的 我这病呀 还是生失心时候 落在了病根 既然是因为周树勤的话 那我就更得看看 你不知道 这头疼片呀 也是分好多种的 还真是普通的阿斯匹里 难道是我想做了 你为何找宵夜 就是为了拿这个药 你要是真的头疼 就去找个正经医生看看 这种药 受用很大的 我找大夫看过了 我一直吃的就是这个药 我呀就认这个药 对了 你今天 怎么突然关心起我来了 我 以后要考医学院 你算是体验学习学习吧 这大学呀 是你想考 就能考上的 我可听说 你以前呀 就是个没文化的人 怎么 今天 倒说起 有文化人的话了 你要还想在这待着 就给我好好说话 不然我随时可以把你赶出去 那我能 好口水喝吗 水会在那边 自己倒 你怎么进来 一点时间都没有啊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刚刚我暖壶里放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啊 我就是倒口水喝 在这儿都看见了 一个牛皮纸妆的 一抖了三下才放进去 周世勋一回来 他把暖骨都暖骨吻了 这药是毒药 你赶紧去就死 然后疼死我了 哎呦 你是真想毒死我们呀 周世勋 报警 这种报警 要不是周世勋脑子要分家 我能毒死你们吧 周世勋的命是我给的 我今天就把他们夺回来 这是谁给的药 哎呦 哎呦 如果你是点苦头 可能你是不会老实的 说 这药是不是肖艳给的 啊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药 是肖医生给我的 那就是个头痛片 你 我说的是这个 不是头痛片 我今天出去 看见她跟肖艳 在家属院门口 鬼鬼祟祟的说话 看到我过来 她特别正经 这上面 还有些药本 你拿来卫生液化验一下 看这是什么东西 你最好说实话 不然我们只能报警 你这是杀人未遂 至少判八年 八年 我没有想杀人啊 这 这就是个普通的蒙汉药 我想着你们吃了以后 顶着睡一觉 我怎么能想着 我怎么能想着杀人呢 我也知道杀人是犯法的 你现在就在这好好待着 你赶紧去 你赶紧去 直接报九德 不能报警 不管怎么说 我是你亲妈 哪有儿子送亲妈做大牢的 警示肯定要报的 我捉贼拿赃 我们先搞清楚 到底是什么药 快去 去你的 周水旭 我是你亲妈 我还能害死你 不知道 你小声点 一会儿要把街坊邻居招来了 我就只能当众揭穿你下毒的哨 好好 我闭嘴 我不说 我不说了 你老实待着 等换业结果出来 他求我也不吃 我就说了 那就是蒙汉药 就是想把你们迷孕了 我趁机啊 偷点钱和粮票啥了的 周水旭这么狠心闹分家 一点钱也不给我们老两口 我心里憋着气呢 这么多年 周水旭拿命换来的钱 养你们全家 才养出你们这群白眼了 更别说他小时候 你们一下子虐待他 你胡说什么呢 买药的事 你不认也没关系 不过今天这药 总是你下的吧 你只要说出 这药是谁给你的 罚我满意了 我就放你走 真的 你说的是真的 药是萧衍给我的 你当我是傻子呀 你说是萧衍给的 我就信 那你 你也不是 怀疑萧医生吗 如果是萧衍干的 你们怎么可能 在家属宴门口做交易 那我看不见呀 想不到你口口声声 喊着的萧衍衍 陷害起来是一点也不信 你说什么 我不明白 好 那我就说说 你明白了 周燕儒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 你不要胡说八道 周燕儒是你的亲闺女 你怎么可能不认识 你们合伙设计 不就是不想让周燕儒 失去了成立人的身份吗 不过我想 周燕儒应该不会认识这个亲 我倒是好奇 他到底给了你多少钱 让你这么铤而走险 好想把我出来 去脱皮疗 不可能 明明是萌汉药 咱们那是皮疗的 你是真想毒素 报警 不要报警 你们千万不要报警 他们说了 这就是普通的萌汉药 就是把你们迷晕就行了 他们是谁 不用听他们解释 来人 来走 周世勋 周世勋 你不是人 我养你了二十多年 你就这么对我 你 你不太好死 来走 想不到周燕儒一家 这么歹徒 竟然想毒死我们 到时候你亲爹妈来了 只会看见我们两具尸体 到时候问起来 就是分家闹的 规划怀困在心 所以毒死了我们 所以毒死了我们 可是你是怎么知道的 毒药不是肖燕给你 因为我聪明啊 肖燕就算想要下毒 也只会毒死我 怎么可能毒死她的石勋哥呢 你别胡说 我跟她没什么关系 以前也没 我又不介意 我们不都要离婚了吗 你能不能别理他 你说什么 你不是听见了吗 我没听到 我们再说一遍 周大哥 毒药真的不是我给沈子的 他只帮我要了头条片 让我给送他到门口 不是你给的 那你干嘛在门口 没有鬼鬼祟祟的 没有鬼鬼祟祟 沈子就是 心如小生抱怨的几句 我当时看着他要拼 慌慌张张就往袖子里塞 我就是怕你误会 所以我才大声聚想了回去 这么说 你也发现他不对劲啊 周大哥 毒药真的不是我给沈子的 再怎么说 我也不可能害周大哥你啊 行 知道了 先回去了 看吧 看吧 我就说不是他吧 估计他也没有想到 李桂花会陷害他 当然他接触我李桂花 也会被调查的 我出去一趟 你自己在家小心点 你是去找周晏露吗 没有 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们肯定早跑了 他们应该不在镇子上 但我从那拒他了 好话跟人家说清楚 你说那个宋国民会不会在暗主偷袭 你觉得他敢吗 不知道吗 不是 你怎么还不回来 在做什么事情 那你 你就是嫂子吧 你长得可真好看 你是 我是周朝阳 这样 是我妈 我们是来找我大哥的 我报完事刚好遇见 对 我们本来还不知道在哪儿找我哥呢 没想到在大街上就遇见了 我一看这个人跟我爸长得好像 根本都不用问 肯定是我哥 妈 你说对吧 是是是 你看你吓吓呼呼的 吓着你嫂子了 不好意思 我们都太激动了 来的有些冒昧 只是我没想到 没想到 我还能活着见到他 妈 你先别激动啊 咱这不是已经找着我哥了吗 都怪我 当年连个孩子也看不住 才让别人把你哥给偷走了 妈 这也不怪你啊 爸当时也说了 你身体不好嘛 要怪 就怪那家人心太坏了 非要拖了别人的孩子 是 你身体不好 情绪不能太激动 嫂子 你知道我妈身体不好 你也太厉害了吧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见笑了 哎 人之常情嘛 找到了十三男儿子 谁都会激动的 不过 您还是要保重身体 情绪激动 会加速血液循环 只对您脑部的肿瘤 非常不友好 神了 你怎么知道 我脑袋里有个肿瘤 嫂子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 我们不是才见面吧 就等一点点 对了 你们见过周燕如了吗 没有啊 怎么我姐也来这边了 燕如 她来这里干什么 怪不得这一阵 见不着她的人影 她跑到这边来了 妈 会不会我姐知道她身世 所以才过来帮忙找我哥的 她确实来找过我们 不过 不是来帮忙的 而是差点害死我 你说什么 她想害死你们 事情就是这样 还好当时我们反应快 他们才没有得逞 这周燕如 我们对她很好啊 她竟然想要了你们的命 我姐她怎么变成这样了 很简单的 她怕你们找到了亲生儿子 就不要她了 我姐她都已经结婚了 还计较这个 她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她 对不起啊 直到现在 才知道你们的存在 让你吃了什么都哭 这不怪你们的 你也给她过了 我先送你们回招待所休息了 有什么事你应该再说 嫂子 那我明天再来找你玩 好 唉 我当年生你的时候吧 打出去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那小镇上的卫生院 药又不够 你爸爸就出去买药 就在这当口 你被别人偷去换呢 当时呢 为了抢救我 也没顾上问是个男孩 还是女孩 等我醒来的时候 身边躺的一个孩子 我就自然而然地想 那就是你 大哥 妈说的都是真的 她自从知道真相以后 每天都很自责呢 我知道了 你们先休息吧 有事明天再说 你哥的心里啊 还是怨恨我们的 都怪不我 当年我要是多了几句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妈 您别难过 我想我哥 可能就是一直半会 没办法接受 再加上我姐 她还要想多害死她呢 燕儒这是要干什么呀 这么多年 我们对她很好啊 工作也安排了 而且我和你爸爸 都商量好了 即便认回你哥 她也还是我们的女儿 而且她都结婚了 可能是怕认回我哥 让她回乡下吧 不过她回乡下 回去也是应该的嘛 对吧 慢慢来吧 趁我还活着 多弥补一点 这人心啊 都是肉上的 她会体会到的 只是不知道 我还能活几年 妈 你别这么说啊 现在我哥找到了 咱们一家人啊 肯定能好好的 我估计我哥嘛 就是面冷心热 要不要多久 就会接受咱们的 唉 是的 你说的是 你哥早的这个媳妇啊 看着很好 人长得漂亮 性格也好 这样的话 我心里能少点愧疚 唉 嫂子 早 我哥呢 他一大早上班去了 这么早就出去了呀 是不是不想见我们呀 怎么会呢 他每天上班的特别早 得从这里 坐班车去单位才行 我们先坐 唉唉 五哥他是不是不想认我嘛 我总觉得他不喜欢我们 你有个事儿 他那个人就那样 可能 跟他之前的经历有关 他都经历了什么 他想说到底怎么了 嗯 李桂花一家子 从小就虐待他 不给他吃饱饭 还三番五次的想丢掉他 要不是被人救了 他早就死那方教育员了 而且他们一家子 还说他是命印 是克星 让不到十岁的他 一个人坐在草棚里 使银居们不忍心 摆下饭给他了 畜生 都是畜生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的孩子 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 他们还是不是人了 怎么能虐待那么小的孩子呢 我要去救他们 找他们报仇 对了 那个 周燕如 只是投毒的那个人 就是他的亲身母亲 你说什么 周燕如 他找到了他的亲身母亲 还是合伙 周燕如 我们对他不保 他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我们怎么能教育出 这么个涉嫌心肠的恨 他们一家精就那样 一家子都是自私自利 心肠歹毒的人 他们后来看周世勋有点出息了 一家人跟谢谢鬼似的 扒着他可信息息 要是周世勋 不给他们钱和粮票 他们还要去当给老 他们也太无耻了吧 他们家在哪儿 我要去找他们 把他们打到满地找呀 太漂亮了 他们这么过分 终于找报应嘛 不行 我要去找他们 李桂花已经因为投毒案被抓起来了 而且他们家离得也挺远的 你不着急过去 我这么说 就是想告诉你们 周世勋他吃了很多苦 从小就不容易 你们可不能再上他的心了 不会的 周燕如 我要和他断绝 所有的关系 您都养了他二十多年 您真舍得呀 二十年 我养了他二十年 我是因为他是我的女儿 可是 他们却这样虐待我的孩子 他们还死人吗 凭什么 我养着别人的女儿 我自己的亲属儿子 却要受苦 我也是 我也不认他 我还要找回我哥 我哥也太可怜了 他们也太怠毒了 我们对他很好啊 看来 我对他这么多年的教育 是失败的 妈 这怎么能怪你呢 嫂子也说了 是他们家基因不好 而且我不会说 你身体不好 不能激动啊 那个 那个脑油 不是可以通过手术治好了 怎么不去手术呢 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 再说 国内能做这种手术的人 人也不多 我这个病情啊 也很复杂的 您放心 我们国内的医疗 会越来越好的 肯定会有办法 我看您脸色不太好 您先休息一下 我出去买点菜 正好 很中午周深训回来 咱们一块吃饭 妈 我陪我嫂子去买点东西啊 杨杨 你买菜 不要让你嫂子花钱啊 妈 你就放心吧 我肯定不让我嫂子花钱 哎 你也太可惜了 皮这么一筐才一封钱 她嫂子去 嫂子 十二年 这才能有点晦气 我看看 十二年 你等一下 我还是要再跟你说一次 我真的没有想害你 我是被冤枉的 我没有给李桂花毒药 我知道了 都说过一遍了 还有啊 这事你跟我也说不着 不要真觉得委屈 那警察说 我就是要跟你说 马上要高渴了 看你会取报 取报我 这种事情只有你会干 我可没那么一样 而且 之前你跟李桂花在一块 没少坑我 我反而少追到我们一起 怎么样 你走 嫂子 刚才那个人是干嘛的呀 我看着他就不像好人 是吧 你也看出来了吧 不 他在这边人也挺好的 比我好 那跟我也没有关系 只要嫂子你不吃好辣 那他就不吃好辣 你怎么这么可爱呀 行 想吃什么 马上跟你说 好 老板我要这块肉 行好的 多少钱 三分钱 嫂子你可不能跟我抢 如果我不买回去的话 我妈回头会说我的 行 那你付钱 我给你做饭 好 谢谢老板 没事没事 我告诉你一个命 嫂子 我告诉你一个命啊 其实我也不是爸妈亲生吧 什么 你说的是真的 我亲妈妈牺牲的时候 我刚出生没多久 现在的爸妈就把我抱回来养了 现在的爸妈就把我抱回来养了 我上面除了一个周燕如 还有一个哥哥 叫周蓝成 我二哥啊 人很好的 是 你是个好姑娘 老板向上的 嫂子 你这夸赞也太官方了吧 不过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 我只知道我亲妈妈很厉害的 可是我又没有关于他们什么记忆 我只知道我现在的爸妈对我也很好 我二哥也很好 就是周燕如 他从小就跟我吵架 信仰特别多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就是想让我劝劝周时勋 早点跟你们相认 对对对 嫂子 你也太聪明了 我一说你就明白我意思了 我妈她身体不好 我怕她一着急就上火 嫂子 我妈人真的特别特别好 对我们都很温柔的 你放心 我也希望周时勋 没有像你们这样的家人 我一定会好好劝她 谢谢嫂子 嫂子 我以后也会听你话的 走吧 走 你们回来了 今天这顿饭我来做 我就是想给你们做顿饭吃 你身体不舒服 还是都歇着吧 我歇够了 你看好好的 我看你们买了这么多菜 咱们包饺子吧 世询小时候肯定没过过一个像样的年 更别说好好吃顿饺子了 是吧 饺子象征着团圆 就该包饺子 你个小丫头就是最甜 妈 难道我说错了吗 您包的饺子那可是天下第一好吃 对对对 那行 那咱们就包饺子 那个阿姨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不用你帮忙 我刚才看见你桌上放了好多书 你是不是要考大学呀 那你就去看书 爱看书爱学习呀是好事 不用了我都看的差不多了 我还是来帮忙吧 我知道就是军臣沉险的 好好好 安宁真勤快 回来了 赶紧起手 一会儿吃饭了 我们包了租入白菜馅的饺子 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大哥 妈包的饺子可好吃了 你一会儿多吃点 好 好好好 我们煮饺子 你去洗洗手 准备吃饭 好不好吃 咸蛋还可以吧 挺好吃的 你也可以吃吧 家里你爸爸和你弟弟 也爱吃饺子 对了 你还有个弟弟比你小一岁 转业在郭文局上班 你一看就有福气 儿子女儿都很优秀 都怪我 让你吃了这么多苦 时勋啊 你要是不认我们 我们也能理解 毕竟你长这么大 我们做父母的 没有尽到一点责任 你只要接受我们 对你的好 就够了 不用 我只是 阿姨 我替他谢谢你们 只是周时勋 从小到大一个人惯了 还需要时间适应 对对对 我们不着急的 是需要适应 是你们快吃饭 去 是 你妈跟你妹妹 可以招待所休息啊 看上去好像挺难过的 你说你 一直板着个脸 你是不是不想跟他们相认啊 我没有不想认他们 只是心里还一时接受不了 我知道 但是我希望你快点睡 万一哪天我走了 走 你要去哪儿啊 我上次问你的问题 你不是还没有回答我吗 万一又真离婚了 我肯定就不出这儿了呀 我不想离婚了 咱们以后就好好过日子吧 你看行不行 哦 凭什么离不离婚都是你说了算 再说了 要是我考上了大学 肯定要去成立工作 到时候不就有更好的选择了吗 你是都想好吗 是啊 我早就想好了 你要是哪天在无缘无故的跟我提出离婚 那我怎么办 不会的 我上一次 那也是为了你好 而且你想吧 我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你也能看到 其实我跟你在一块 好啊 那你回答我上次的问题 啊 为什么不离婚 因为 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包饺子很好吃 是因为你包饺子很好吃 那你吃个够吧 真是轩 说出来会死啊 是个木头子 嫂子 看看这些是什么 天哪 这哪来的书啊 听说这些书 书店都买不到的 那你猜猜 这些是从哪来的呀 这 不是你带过来的吗 当然不是我 我又不爱学习 这样是我爸带来的 你爸也来了 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 这会儿啊 在陪着我妈呢 他们想着我大哥这儿 在上班 你又在休息 所以就等着我大哥下班了 再过来 可是 你爸怎么会随身 带这些 考试的书呀 我爸调查的时候啊 知道你和我哥的事情 也知道你要参加高考的消息 只不过因为工作要忙 所以啊 比我们晚了两天 行 那替我谢谢你爸 信心说 来的太及时 嫂子 我都跟你说了 我爸妈人特别好的 行 那晚上我们吃涮锅 一块买菜去 好啊 是不过 嫂子 我哥要是见到我爸 会不会不高兴啊 怎么会呢 我都说了 你哥那个人性格就那样 不爱说话 是个木头脑袋 爸妈 我带着我嫂子来吧 哎文庆 哎文庆 文庆 快点 怎么样 你赶紧送医院 必须往上手术 现在举行是来得行吗 来不及 而且肠痛颠簸 快让平静降重了 那怎么办 这边医院他能手术吗 你们别害怕 啊 生死有命 啊 我能见到师兄 我就是死在村里 也没有是个遗憾啊 你胡说什么呀 师兄还没有回家呢 你还没帮他带孩子呢 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不会有事的啊 啊 先送到周师兄当委的医院 他们当委的医院 医疗水平还是可以的 你来了 他现在的情况 必须马上手术 要是当我的话 可能会脑出血 可是这里的医生擅长的是外科 恐怕无法完成手术 那我可以 别开玩笑啊 我知道你懂点医 但这是开颅手术 没那么简单 这个 我以后再跟你解释 你现在只需要 帮我弄一个身份就 好 我来安排 一旦出了什么事 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来 我这边走 哥 嫂子呢 哥 会不会有事啊 放心吧 不会有事 刚才刚好有个张家过来 已经准备开手术了 张家 可靠呢 当时在京市的时候 因为各种原因 这个手术可是一朵再朵啊 你可以怀疑我 但是你要想想二次的准备 事实啊 你妈这一辈子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弄丢了 是我们的错 但如果你妈这次能逃过这一劫 你能不能 不是 不是 不想认为 你 你只是 有些不适 好 好 我们给你时间 马上知道这个消息了 一定会很开心的 手术回程屋 患者没事 妈妈没事了 手术回程屋 手术成功了 骑人子有平像 没有 他手术小 我们手术能见到他 明天一早就能醒过来 不过还要在特务病房 观察二十四个小时 你们可以回去休息 也可以在这等着 医生 我们不回去 我们就在这等着 对 我们不回去 就在这等着 朱晓鑫 成功了 现在你相信我了吧 谢谢你 你就不好奇 我为什么不追 当然好奇了 但我问你你会说吗 这是我的小秘密 所以啊 我就等你想告诉我的时候 就慢慢跟我说 朱世娟 谢谢你相信 我又没做事 让我们一会儿 我就没有这样的久了 你无论 我是 嗯 你别担心 我会不会吃 你不要吓死我们了 以后 你可不能这么再想我们啊 少说很成功 以后一定会好起来的 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啊 不能抛下我一个人走 我努力 世勋啊 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没有 你别多想 你现在啊 就好好地养好身体 难过 你和杨阳先出去一下 我想跟世勋和安宁说两句话 我知道是你救了我 你说什么 安宁 这次多亏了 你对我的祭祀抢救 和果断送我来这里 不然我就没命了 都是我应该做的 安宁 你胆大心心 很适合做医生的 你有没有考虑过 你考大学 去金氏上大学呢 这样我们一家人才能团聚 我当然想过了 我正打算考金氏医科大学呢 哦 这样最好 我盼着呢 盼着你们都能去 你先好好休息 咱们以后 有的时间量 安宁去金氏上大学 是不是真的就要分开了 爸 你回头劝劝我大哥 让他调回金氏 这样我们一家人 就能一直在一起 你大哥在这工作挺好的呀 我们可不能用轻轻绑架他 让他自己做选择 我有办法 让我哥跟我们回金氏 你有什么办法 你可别胡来一小脑你大哥 爸 你就放心吧 我有分寸的 你呀 就等我好消息吧 大哥 姚姚 我有话跟你说 等你几分钟 你说 什么事 这不是我嫂子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要是她考回金氏 那会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啊 干嘛突然说这个 我这不是为了你着想吗 我嫂子长得那么好看 回头再成了大学生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她要面上大学啊 你嫂子不是那种人 我知道我嫂子不是那种人 可是她优秀啊 优秀的人 总是会吸引其他人的目光 也会有人主动靠近的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就是想说 你要不要也考虑来金氏啊 这样你们俩就在一个城市了 不能每周见面 一个月也能见一次呀 除非 除非你不喜欢我嫂子 哥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嫂子啊 我就知道你肯定喜欢我嫂子 那哥 你可一定要抓紧了 我嫂子那么优秀 一定会考上金氏大学的 我说了吧 我哥啊 可是很喜欢你的 你从哪看出来我们关系不好 你们之间呀 你们之间呀 好客气的 所以你专门闹这一出 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个 我是为了证明给你看 我哥是喜欢你的 而且啊 他刚才也承认了呢 嫂子 你不用管了 只要你喜欢我哥 我哥他也喜欢你 剩下的事情 就包在我身上了 明天就出院了 我们在镇上租个房子租吧 对呀 还能离我哥 跟我嫂子近些呢 是吧 要是可以的话 咱们还是回京市养病吧 毕竟那儿的条件 比这儿好一些 我看这儿就可以 这儿都能给我做手术 说明条件一点都不差 我就在这里 哪里也不去 再过两天 安宁就要考试了 我还能看着安宁去高考呢 妈现在的情况 还不是个长途电波 还是静养的 安宁 你听说什么 你刚才叫我什么 你听见了没有 安宁喊我妈 你听见了没有 您是时讯的吗 我叫您什么也是应该的 你说什么 安宁说得对 妈 你别胡思乱想 好好养身体 对 我听你的 我好好养身体 好好恢复 今天表现不错 你亲生母亲这一家人 都挺好的 以后就算我不在 你们也要常见面 安宁啊 后天你去参加考试 我可以一块儿去 不用了 我明天坐大巴去镇上 得提前了解一下考场 安宁 我之前跟你说 离婚的事 我错了 我不想你 我想跟你过一辈子 那以后家里你说了算 我 我说了算 那以后别人欺负 我可以动手吗 你能 我知道我嘴笨 性格也不讨喜 但是你之前问我的问题 你要实在想知道的话 我现在就能回答你 不用了 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要是我二哥在就好了 咱们一家人也算是谈远了 不过 嫂子等你考上金氏大学 我们也算是谈聚了 安宁啊 有什么心仪的学校吗 我想考金氏医科大学 嫂子 那我明天陪你去 不用 明天我陪你嫂子去 你东西都带好了吗 检查了没 都带好了 刚毕业带了三只 那是够的 准考这儿呢 那个可签得多啊 败了 我跟你说啊 考试的时候千万不要紧张 遇到不会做的题 你放在那儿 行了 周志军 你这么唠叨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我送你啊 这儿离咱们出来朝代所不远 还挺好的 这样中午还能午休一会儿 你考试的时候啊 警惕一会儿 准考试要说好 千万不能丢累 知道了 知道了 周伯伯 你说以后我们要有个女儿 那也多操心 周大哥 周大哥 你们也来看考点啊 对啊 你周大哥特意陪我来看看 你怎么一个人啊 我祝你成功吧 我会努力的 希望嫂子也能考上大学 不要浪费了周大哥给你的名 怎么 你还没死心呢 还惦记我男人 你怎么 好了 走吧 你刚才不是说饿肚子了吗 咱们去吃饭去 周日轩 我考完了 题目我都会 我就知道你肯定没问题 走吧 这下安心等结果就行 嫂子 你是第一名 高考状元 你老之中嘛 我可低调不了 你这么厉害 还是第一名 嫂子 你太棒了 请大哥讲 周日轩 我之前问你那个问题 你要记得吗 记得呀 你不是说 不用说了吗 突然想听我 我也喜欢你 我现在不语过 你觉得 你肯定没有 你的面 你肯定不止 你肯定不得 我身体空宫 你肯定不得 那么快 你肯定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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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感谢观看